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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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草蜜茶比水解渴 因為它喝下去有那種清新 然後涼涼的感覺 就是很好喝 然後就比一般 其他家族鮮草 還要就是更清涼解渴 水沒味道還有味道 比較好喝 對 就是它因為鮮草 它本來就是可以解渴 然後可以降一些那種身體的熱情 當然是這一個 因為它喝起來有味道 不會像水一樣沒有感覺 對啊 比較解渴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解渴 還不錯 因為會一直想喝 可是又不會膩 好喝 可以再給我一杯嗎 好好喝 因為它多了一種甜甜的感覺 像戀愛的滋味一樣 真的 戀愛的滋味 比水好喝啦 對啊 比較有味道這樣 對啊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解渴 為什麼 一般的水可能就是沒有甜度 所以在那個 就是可能跑完步的時候 就可能喝下去就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那個甜甜的感覺 就好像你跑完然後血糖降低 會突然獲得補充這樣 請問喝了有沒有解渴的感覺 非常清涼解渴 非常解渴 有非常清涼解渴 解渴 很適合那個運動完之後喝 喝這個比就對乾比較好 真的齁 比喝水好 比喝水好嗎 真的齁 都有 因為仙草可以降火 降火其實比較有消質 就是天然草本比較健康 這個喝起來甜甜的很快樂 這個有味道 水索然無味 喝起來不會像水一樣 就是這麼的普通 比較不會這麼甜 然後 比較容易解渴 這個會解渴 仙草蜜茶會解渴 為什麼 因為它有添加了蜂蜜 以及那喝下去之後會回甘 仙草解渴嘛 對啊 身體順暢 喝完之後有沒有比較解渴的感覺 有有有 有 有很涼 有